我已经达到了五道巅峰 从今往后 这世间再没有人可以战胜 书院大先生李漫漫缓缓起酒杯 一道磅礴天地元气是出 这将军夏侯顿感凶闷气绝 再无反抗之力 而李漫漫此举正是要为小师弟宁缺讨一个公道 你归老爸 夏侯见李漫漫如此霸道 当下也不敢再生反抗 只好先行应下此事 却又暗中命人去将宁缺杀害 倘若是成 这书院断然不会再逼迫自己 却不料麾下那栋悬巅峰的福道大家 竟被入了魔的宁缺一刀丧命 夏侯心中无奈 唯恐引来那书院发怒 只好上书朝堂请求堂王相救 哪想等来的却是同意夏侯大将军谢贾归天 本来真的是要走了 连陛下都不愿意护护 没想话音未落 这房门竟被人一脚踹开 一道人影闪入 一股无比霸道的杀意扑面袭来 此人便是魔宗天下行走老堂 只因夏侯本是荒原魔宗之人 那日柯浩然剿灭魔宗山门之际 竟带着妹妹夏天逃离魔宗 投靠唐国 更是成为西陵神殿的客亲 老堂手持血色巨刀 朝着夏侯便挥斩而去 转瞬之间 这两位魔宗的强者便已是交手无数 这把锋利的血色巨刀 挥砍间激起树道名笑 饶势夏侯也不敢轻视 祭出自己那本命长枪 刀枪碰撞 唐国念意击射而出 尽管这已是魔宗山门至强的兵刃 可华侃在夏侯身上却伤不得其分好 只因夏侯身上这台甲 乃是大唐书院打造的明光甲 话音落下 唐便再度持刀而上 尽管这明光甲坚韧无比 可唐毕竟是知命境的大修行家 境界的碾压 哪里能靠一件防御系的台甲能够取胜 荒原蛮族的雄魂力道 早已将夏侯震得无力反抗 夏侯知晓如此下去 自己必将性命难保 只好言语祈求 让唐不再计较 有些事情 我是没得雄的 我能活到今天 也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 苟言残喘 行尸走肉 你算活着 却不想此言更加激起唐的怒火 魔宗蛮族的勇士 只能战死沙场 夏侯作为魔宗宗主的大徒 这等行径让唐玉发的感到不爽 你虽然拥有宗主留下来的盛气 夏侯说罢便扯下身上的铠甲 转口说道既然自己对不起山门 对不起宗主 那今日 我便成全了你 唐指道是夏侯放弃了反抗 当即挥刀而上便要处决夏侯 哪想夏侯手心忽然金光一闪 那胸旁迎面就朝着那魔刀而去 就看夏侯一缕神魂出窍 内腹中传来的疼痛 如似要撕碎自己的五脏 脑海中传来妹妹夏天的影像 本以为是要生死到消 哪想夏侯忽然面色猙獰 手心那金光瞬间席卷周身 那出窍的灵魂竟又回归到了本体 如此一幕惊呆了老唐 当即挥刀一跃而上 哪想夏侯此刻竟忽然改变了气场 一拳挥出 竟将唐瞬间震退 而夏侯的小腹竟却毫发无伤 我已经达到了五道巅峰 从今往后 这世界再没有人可以战胜 原来 方才夏侯手心那一道金光 竟是西灵神殿的无上秘宝 那天狱殿神官位彻底拉拢夏侯 竟给了夏侯一颗通天丸 这才让夏侯瞬间破镜 一举巅峰五道 你回去吧 带着你的族人走得越远越好 活下去 比你所谓的仇恨更重要 夏侯终是放走了老唐 毕竟自己的族人 还需要唐去守护 只是唐前脚刚走 夏侯便感到一阵反噬 夏侯瞬间知晓 这通天丸定有猫腻 当即前往西灵神殿理论 活不其然 这所谓的通天丸 只有五成的力道 而这反噬之痛 似是这掌教 为了控制夏侯而做的手脚 这的确不是真正的通天丸 我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 至于要力反噬 在你战胜宁缺之后 我自会帮你解决 大家都以为 这西灵神殿 是世界上最光明之处 没想到 也是个吃人的地方